美国联邦检察官佐6月14日日揭发一宗跨州盗卖遗体犯罪网 遭起诉的包括哈佛医学院太平间经理夫妻 他们被控盗卖被用作医学研究的捐赠死者遗体及器官 媒检也揭露这些器官的黑市价码 包括两张被解剖的连击要价600美元 一颗大脑仅卖约200美元 综合美联社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波士顿地方台 NBC Boston 报道 美国联邦检察官昨日宣布 起诉哈佛医学院太平间55岁经理罗奇 Cedric Lodge 及其63岁妻子戴尼斯 Denise Lodge 夫妻俩被控于2018至2023年间 盗卖死者捐赠给哈佛医学院 作为研究教学的遗体及器官 据信罗吉夫妇牵涉的是跨州的器官盗卖网络 除了夫妻俩 美检也起诉包括阿肯萨斯州殡仪馆 Little Rock 员工施考特 Candace Chapman Scott 下游贩售器官的商家麦克林 Katrina McLean 等5人 美检指出 其间 罗吉在哈佛医学院不知情的情况下 私下贩售捐赠给医学院 进行解剖 教学 研究的死者遗体与器官 包括头部 大脑 皮肤及骨头 这些人体组织 在完成研究用途后 原本要进行火化 并将骨灰送还家属 罗吉有时会将器官带回家里 有时用邮寄的方式寄给买家 甚至还让买家直接到太平间亲自挑选 夫妻俩的其中一个买家 是在麻州经营凯特怪异园创 Cats Creepy Creations的商家麦克林 这家店在Instagram的介绍写到贩售古怪娃娃 怪东西 目前这家店约有近5000人追踪 梅检指出 麦克林还贩卖遗体 根据记录 他曾用600美元向罗吉购买两张被解剖的脸 麦克林也曾将人类皮肤寄给宾州男子保利 Jeremy Pauly 请他将人皮制成皮革 罗吉夫妇的另一位买家是宾州男子泰勒 Joshua Taylor 记录显示 2018至2021年间 泰勒一共花费超过3.7万美元 向罗吉购买人体器官 其中一笔交易是用1000美元购买7号头颅 另一笔交易是用200美元买大脑 另外 梅检也发现 保利向史考特购买遗体 史考特从Little Rock太平间盗卖的遗体 包括二具早产死胎 保利自己也在网络上贩售器官 包括人脑 牙齿及骨头 他和明尼苏达州男子蓝皮 Matthew Lampe交易用遗体制成的商品 所得超过10万美元 太平间经理罗吉被揭发盗卖遗体 器官后 哈佛医学院在官网发布 题为可恶的背叛 An Abhorrent Betrayal声明 强调相当震惊 罗吉于1995年起受雇于哈佛医学院 不过他已在5月6日遭到开除 美国联邦陪审团 已对包括罗吉夫妇等其中6人 提出共谋 跨州运输赃物等指控 若罪名成立 最高恐面临15年有期徒刑 感谢您的提供 字幕提供 杀朗 佛式 赞 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